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可能有看媒体知道 最近记者协会发起一个黑衣行动 叫传媒的朋友 甚至支持他们的人穿黑色 因为警务处长不久以前 说他们的人在黎港城捉了一个市民 穿着六四T恤的市民 抬走了他 有记者冲上去拍摄 他又说不知怎样 有个黑影闪了出来 警察就要把手卡在摄影机上 还要问人 你可不可以给我手 他就说不是阻碍记者采访 整套东西就说网上热包 个个都说了这个黑影 上几天警方和当局官员来立法会 开会 例文也有出席 再问他这件事 警务处长曾伟雄先生说 不会收回这个黑衣论 但他说也不是有贬意 所以现在个人有空穿黑色 我留意到我们会谈 亚视新闻部的事件 亚视新闻部的事件 亚视新闻部很大地震 他们又常常穿黑色 最近王晶其中大老板之一 又说不准穿黑色 所以今天我们就支持穿黑色 不过刚才丽雲进来 我说我们都不知道要穿多久黑色 可能大家都要买多几件黑色衣服 丽雲那天你来立法会 保安事务委员不好意思 你和记协主席麦艳婷 都没有机会给你们开金口 因为上一次他们来过 陶锦申议员主席就说 你们上次来过就不让你说字了 后来都搞到一大轮 他们两位都没什么说 所以不要紧 没什么说 今天来说回旧本 我都不知道天南地北 那么多事发生 都不知道从何说起 最近我留意到上个星期六 香港大学的陈允营教授 他又写了一个香港家书 为新闻工作者打气 你觉得我们和新闻工作者打气是很需要的 我觉得现在是很需要的 因为最明显的是 在今年的7月1日开始打吼 其实和新闻界有一个直接冲突的事件 接二连三 7月1日就有两名的记者 被警方捉走了 之后也有拘捕 接着八月中的时候 有三名的记者 在新的政府大楼 又被警方捉走了 接着还以企图暴斥来指控 虽然他们没有被检控 但他们也因为这样 被扣留了六个小时 再加上无端端被指控 为企图暴斥 即是一个罪犯 我觉得这个真是天荒赢 接着再到李克强副总理 他来到香港访港的时候 又有记者去做采访的时候 遭受到诸多阻难 接着最离谱的是 有些记者是被警方 侵犯私隐式的搜查 随之而来 亦有记者要去摄录的时候 完全是好像一个大陆公安上身 遮掘那个镜头 接着又到这个政务司长 又说垃圾论 接着李少江局长 亦都走来说 香港真的没有这个阻碍 这个新闻自由 接着又到这个 曾伟雄警务署署长 又说这个黑影论 接着又到ATV 接着又到这个香港电台 突然之间空降 一个政务官做广播署长 接二连三出现 一些和香港新闻界的自由 受到滋扰甚至冲击的事件 是不断地发生 所以引致到很多香港 甚至海外媒体都非常关注 所以其实是非常不容忽视的一个状态 是的 所以我们在立法会 不过其实说在立法会 都应该被谴责的 因为我以往提过几次的动议辩论 是捍卫新闻自由的 没有一次过得到的 没有一次过得到的 所以那班人呢 那些保皇党 你们要认清了她的面目 她掛在口唇边 甚至那天立法会开会也好 在传媒呢 每个人第一句 我们是很紧张新闻自由的 政府一定要令到 传媒可以去自由采访 一定先说这句 不过又有这种路了 所以就真是 其实呢 我想告诉你 说立法会 大家是很支持新闻自由 我都说不出 因为也不是事实 不过 但是我觉得社会 都应该是很关注这件事 这是你们的感觉呢 其实我们看到 香港社会 现在已经是一个很知识型的社会 很多人都知道自己的权利在哪里 他们很清楚 自己有一个表达自由的权利 他们也很清楚 新闻自由的重要性 所以其实不单止 譬如我刚才说的 和新闻界有直接相关的事件发生 他们都会发声之外 甚至有时新闻界做得差的地方 他们都会用他们的渠道 来表达对新闻界做事的不好 又或者觉得有自我审查的问题 都会出声 所以其实香港政府 和所有的议员都知道 现在新闻自由 已经不仅仅是一帮新闻工作者的事 而是所有大众的事 所以今天他们如果说 他们尊重新闻自由 或者要高举新闻自由 我相信他们真的不能单凡口感 而是有一个实际具体的行动做出来 如果不是聪明的香港人 甚至很多国内人 又或者是台湾人 澳门人 和其他海外的一些 和新闻有关的人士 他们都会一直留意香港最新的状况 我来之前 其实都刚刚有一个 加拿大那边的电视台 都来跟我联络 他都很关心现在香港 新闻自由的状况 亦都走来到要做一个纪录片 所以其实大家都很明白清楚 新闻自由已经是每一个人的事 是的 因为我都很快会去拍立 他就参加了一个国际会议 他就是说中国的 就是中国如何和国际社会去交往 我都不明白他 或者不知道他就请了我去说 我题目就是叫做 《谁人害怕艾薇薇》 我相信对德国人来说更加 因为他很熟艾薇薇的 而且艾薇薇未放之前 他们这个柏林大学 已经邀请了他过去教书 艾薇薇未接受了 不如现在就被人困在大陆里面 虽然放了监 但是不可以去 我相信我去到德国 也都会把这个讯息传出去 不过有些人就骂我们 最坏你啦 常常去唱坏大陆 那你都说事实 是的 还有事实就是我回不了大陆 我一定告诉德国人 我可以来柏林 但是我是不可以踏足中国大陆 不过你们是国际记者联会 你们那个联会 知不知识现在香港的发展 或者会有些什么事情会做呢 其实他们是知识香港的实际状况 是怎么样 亦都是非常之关注 由于我在香港 很明显的就是说到 我成为了一个不断来到去交代 现在最新的发展状况的 一个最第一身单位的人 那大家也都会认为就是说到 如果那个状况是再是不断这样 有一个新的发展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不会排除的 就是说到会在后的时候 因为香港始终 他们要向外国来有一个交代 究竟现在的新闻自由 或者言论自由的状况是怎么样 而同时间里面 亦都有很多的国际公约 里面香港其实都是有 以前都有份签的 所以引致到就是 某程度上大家都会有一个责任 会去监察香港的发展状况是怎么样 接着就是说到 不排除可能会在一些国际的舞台里面 都去表达我们的声音 我相信这个可能都要做 因为人权就无国界 任何地方有人权受到压制情况 大家都应该出声 所以前几天我们民主党 走去亚市那里示威 其实我们就常说去示威 那些传媒最终就是 把你变成成成员 喂大哥 你以为还几百年前几千年前 那些伟民走去请圆 请什么圆 人家走去示威 堂堂正正 那个压市出了一个声明 说不关我们民主党的事 不可以接受我们干预 他真是活体都不知什么 在石器时代 这些东西是谁都应该出声说的 所以如果你们的会也好 记协也好 甚至和其他团体 大家如果在香港 搞一个新闻自由的大会 哈哈哈哈 政府申请拿钱 那些什么人权 那些基金 在香港搞一个新闻自由的大会 就请本地 无论是新闻界 学者 政界 商界 请外国人来说也好 这个你们有没有想过做呢 其实坦白是有的 但这就是需要时间 和需要金钱 因为要搞这些这样的 其实我们每一年都会有一个 只是亚太区都已经有一个会议 但是那里都已经耗费一个金钱 如果再有另外一些会议的时候 其实那个资源 因为资源实在是有限 这个在计划里面 但是需要计算清楚 是的 或者大家可以谈一下 尽量 大的有大搞 因为国际会议当然很贵 我现在自己去到柏林 我也知道 他们说请几百人 那当然很厉害 但是就算不去到国际 你本地会议都应该搞 因为其实有些学术界都很出声支持 就算你港大也好中大也好 你去跟大学一起去搞 就是大家去讨论 可以搞一招也好一人也好 就是比较有一个很深入的情况 大家去交锋也好 大家去谈 我觉得很好 我们上来这个节目 就只一个小时都不够 但是我觉得 现在在这个时候 社会上是应该 从各方面去探讨 虽然陈宇盈 星期六说 他说 无论大家说到那么多问题 我们仍然是 在亚洲很多地方来说 最自由 最什么的 你觉得都怕是 因为不是我们很自由 因为其他的人真的很差 比如说 你拆开半句去说 最近立法会收到邀请 印尼的国会请我们 因为他们有个国际会议 死去更得了 又怕着唱衰香港 李卓人我相信他都公道 他说我们去到港 其实他说我们在亚洲 但香港的对待已经很好了 他还说 他说 所以因为这样 所以特地就请去 请香港去 结巴其他 所以说死不死 也不是说我们 真是威力到那么厉害 拿冠军 而是因为你跟他比的人 每个人都很不堪 你说新闻自由 是来说回我们亚太区 我们都是最好之一 其实我自己会这么说 香港就不可以说最好 因为如果你说亚太区 我只是单说今次 警方来去滋扰记者 阻挡记者 这些採访的时候 其实我也问了很多 我们的国际会员 亚太区里面我自必然也有问 有很多地方 我去问他们 香港发生的事 在他们的地方是怎么做 还有没有一些同类事件发生 没有一个地方跟我说 包括一些我们以为 都觉得 嗯 不是说叫做 那么自由的地方 他们都说 他们从来都没有发生 一些这样的事 而同时 所以政府说 我们是典范 死得 教别人这样做 所以我引致到 就是当日 警务署署长 在立法会说 香港警方是首屈一指 举世之名 我自己心里面 真的暗暗地笑 现在很多外国的 新闻工作者 他们都是错愕于 为何香港警方 会做出这样的事 而同时 政府安排里面 他们都觉得匪夷所思 现在政府 不断在找政府部门里面 政府里面的一个部门 来替代传媒的角色 他们都觉得 这是难以接受的东西 而同时 里面 我们也看到 正正是海外的人 都很关注香港的 新闻自由的状况 其实在今次 912的黑衣日 其实在大中华区里面的记者 都是支持 他们都是在那一天里面 都穿了黑衣服 去支持香港 所以引致到 其实当我和他们接触的时候 我感谢他们的支持 而同时 我收到一个讯息 就是说 他们对香港的状况 非常忧虑 有些大陆记者 也跟我说 香港一定要支持下去 如果香港不支持 大陆更加不可能 这个一定是 因为我带第二顶帽子 我除了是民主党副主席 我也是中国维权律师 关注组的副主席 他们有些可以来香港 有些不可以来 他们看到我们都说 他们一定要支持 因为香港 喜不喜欢也好 就是中国最自由的城市 也是最有法治的 虽然这么小 但是 它是有它的作用 当然这个作用 不是北京想要的作用 不过想不想也好 这个问题就是 我们这是一个自由的堡垒 我们一定要支持 所以我都希望 我和新闻工作者支持 不过有些人 就好像批评 新闻工作者 就是说他不够硬正 甚至如果你拿压事的事件 他说 喂 如果有人干预新闻部的运作 甚至拿一些 就是广告啊 什么东西 那你们就不要做了 大家全部都跑出来 示威抗议 那你觉得 新闻界 在这方面 是否可以做多些 去表达他的不同意呢 首先我先要去声明 这个亚洲电视里面 梁先生和我有些 恩亲关系 恩亲关系 虽然不是一个直属关系 但我想我事先要先说明 至于亚洲电视在今次事件里面 其实我都不断去和里面 现在还在做一些行家 来了解这件事件的时候 收到的信息 其实都是离不开几件事的 那个致入性新闻 即这个叫做宣传 多于是做一个新闻报导 这个状况都是其实挺普遍 而这个问题 其实当我亦都和其他一些 报纸或其他电子媒体来讨论的时候 其实多或少 大家都有去承认的 就是这个严状都是 由过去到现在都有发生 只不过那个严重程度有多少 所以引致到就是 刚才说的 就是新闻工作者 其实是否应该要去硬 来和自己的老师来说 这个太过真是 根本是和工作利益无关的事 你都要我去这样做的时候 其实那个意义在哪里呢 那为什么新闻自由和公众利益无关呢 在说 在说一些宣传性的东西 但那些不是新闻来的吗 那些就不是新闻了 其实就是说到 现在很多的新闻工作者 我觉得他们就是 不敢于站出来和老师说 其实这件事和公众利益 有没有一个相关的地方呢 如果是没有的时候 其实是否我们还要去花这么多的人力资源 一队群众来的 较早时有一个记者跟我说 他买了东西 其实他应该是放大 他亦买了一个票 去看一个他梦寐以求的 一个大国际知名的 一个音乐家的表演 突然间收到一个电话 就是说公司要他去做某一个採访 那时他也很不愿意 但听到那个人名很厉害 跟这个以故国家总理的亲人有关 那当然是以话不说 即刻想去 即刻就去 去到之后 殊他不知 当他要问一些 跟公众利益有关 跟他爹 即以故说爹的一些事件有关 完全都不准说 只能够是一个很单声道 就是说回他自己想要的 一些信息 其实那个记者 当下他很不开心 他觉得你这样 真的是浪费着人力资源 亦是浪费着他自己的时间 但没办法 那后来是怎样的 所谓的新闻是怎样的 所谓的新闻是怎样的 他做完之后 因为他那天是放假的 他觉得他能够 表达他自己的一个不满声音 他把整颗蛋送回到香港总部 让他们自己处理 他自己继续做 这个是在内地的? 在大陆 但是你给分回去 有你的记者把声音的样子 他就当你记者做了 除非你说你全部剪出来 他说的那些东西 喝他说 最少 要不然版牌 就像我们现在坐在那里 访问 就剪出来 他就当你做了新闻 其实你可以说真的会是这样 但是很多时候现在出现的状况 尤其是那些人头 很多时候都会和一些记者说 不要紧要了 你出去吧 你当我认识人 也很坦白 对新闻工作者来说 也觉得这是一个很尋常的事 因为我要认识多些人 去拿多些材料 但他们很多时候 就在当中有一个迷糊的地带 就是说到 你出去认识人是重要 但问题就是说到 你现在出去认识的人 其实现在是在做一个 宣传的一样东西 对 或者是在做一个 新闻报导的一样东西 很多时候就在当中的里面 就是一个游离的状态 而老闆这样叫你下去的时候 他们心里面也会有一个很大的狐疑 就是说 究竟我现在是在做一个报导 或者是去认识人呢 如果认识人的时候 他觉得 从一个长远的新闻报导 消息来源的概念来说 他觉得他真的需要去认识多些人 但是很多时候 他们发现到最终都不是一回事 所以引致到的就是 其实他们里面也觉得 是很多的不满 这些就真的很大问题 所以我说 为什么你们要开个研讨会 去讲一下这些东西 那些教授 教新闻那些 更加应该要出来讲一下 我也做过记者 你是记者 去认识人当然要 不是你躲在床底 你怎么去拿新闻 但是去认识人 和去做个采访 是两样东西 有时候不是去做新闻的 我都会说 请个人喝杯茶 大家聊聊天 认识了 他有些什么他就要说一下 我有一些什么我要说给他 就不和我开机 做新闻 访问 如果这两样东西都混乱 甚至当你开机做访问的时候 原来有些新闻价值 有些要问的 是不准问的 所以我觉得很惨 如果记者都接受这些东西 我自己 我就没有办法可以接受 老实说我去做新闻 你谁敢教我怎么说 不要说现在 现在就算去南华早报也好 无线也好 我在BBC 都没有人会 你讨论当然可以 待会我们做这件事 有这个角度当然谈 没有理由 你去做 不准盘问他 就自己给他卖广告 那记者又要制 有没有搞错 我现在有一个状况 其实整个社会的气氛 都不是太理想 以前你们那时候的环境 东家不打打西家 现在整个环境里面 都好像某程度上 是成为了一个很普遍的一个氛围 不同的地方都是有一些 面对同一样的问题 如果我不来 我不想在这个地方做的时候 我要跳过另一个地方 其实那个环境可能差不多 甚至是说 比如我们这些 已经不能再在香港 这个媒体里面工作的机会 所以很多的新闻工作者 其实他们都要面对一个 这样的考量 就是说 其实我会否说 离开了这个地方 我还有一个地方来做呢 还是我去到另一个地方 都是一样的差 都是一样的差 所以其实现在的前途 不是说 好像以前那些 仍然有一个 你不懂好东西 我来 来我这个地方 我会立即要找你 就是再没有这一首歌 我明白 但是 是难的 但是 所以有些新闻工作者 不喜欢我 有时我跟他们说起 我说 喂 喂 你不打工 不是饿死的 那当然 有些甚至真的不做新闻 走到去做别人了 但是 我都希望 这个处境不是恶劣到 好像说 我没有饭吃 一定要 就是 你在自己去做 去做 去维持生计之余 我都希望 大家在做的事 是可以是很有尊严 是可以按分自己的原则去做 如果你说 我们香港已经去到那个位 是没有的了 如果你想很有尊严 很独立 很有原则做记者 那你死定了 你饿死的了 那便没办法了 暂时来说 我觉得又没有去到 一个这么差的状态 只不过就是说 现在的记者 可能他们的忍耐程度 会相对性 以前的较高一点 去到某个位置 其实他们都会有一个反弹 如果他们的反弹 可能未必是自己很直接的反弹 可能会是透过 譬如香港记者协会 来传逮信息 所以引致到 其实今天的新闻工作者 他们都很清楚 自己的界线是在哪里 亦都会用到不同的方法 来传递他们自己的不满声音 而同时间里面 例如今次的亚洲电视 跟里面的记者来谈谈 了解他们的实际状况 在这个过程中 亦都听得到 他们自发地 来搞一个联储声明 我觉得这个行动 亦是一个再在的证明 就是说 新闻工作者 其实都知道自己的权力在哪里 亦都知道 去到某一个情况里 他们会发声 亦都行使自己一个 一个普通的公民 自己的权力在哪里 所以引致到 就是说 香港大众 其实他们的责任是存在的 他们的存在 其实他们是监察的传媒 当传媒 他们真的有一些问题出现的时候 他们其实同时间都需要 一个社会大众来支持 又或者是一个提醒 引致到 如果他们真的有一个 模糊地带出现的时候 他们自己不觉的时候 其实公众可以出声 又或者当他们要 做一个行动的时候 公众去支持 亦都能够成为 他们自己一个 再向前踏一步的一个 强心针 你说有个联储 是吗 因为我留意到 他们先排出了一个声明 不过就没有名字 只是说一群新闻工作者 就算我们民主党 我们都相信真是 我们写信给港官局 我们都很支持他们 但是亚视的管理层 就出了一个声明 就说 这些匿名的东西 免得你 现在他们真的出了 真正的联储 其实那个联储声明 确实真的有人名 也都是有一些 就是那一份 就是那一份 之前其实是有杀所有的名字 亦都有 当日有上班的人 又或者是休息的人 也有 那为什么他们没有出街呢 到最后 可能内部有些人 都会觉得 担心 都觉得工作的环境 都不是一个 他们感觉到 是一个很安全的状态之下 有人也会建议 不如用匿名 大家也觉得 其实他们都会觉得 就是说到 你出名与不出名 其实他们都不介意 他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那个内容 但是现在 他的管理层介意 所以现在如何呢 所以事后 其实当日公司 发了一个这样的声明之后 其实里面有一群人 有些人很不满意 他觉得 就是说到 如果你是说得 是一个匿名 你不愿意回应 那你就不要回应 没必要游走你回应 对 接着也有人觉得 就是说 如果是这样的话 不要紧要了 你就开我的名字 我不介意 要谁开他的名字 就是有联署的那些人 那些记者 他们都说不介意 你不如出我的名字 但是 大家都会很清楚一件事 就是说 做得一时一非一时 的意思就是 不是为自己 有一个工作的机会 而是觉得 要把手 就是这个工作纲位 要让真真正正正 一群人依然在尊重 捍卫一个新闻自由的 一群工作者 有机会的时候 就是尽量有一个这样的机会 去做自己的纲位 所以 引致到 就是说到 最后 他们也没有人说 有一个名字 出来了 这样 嗯嗯嗯 不过这个 也看到一个处境 但是 你刚才告诉我 那些东西 无论你说是 叫那些记者去采访 也不准问 尖锐问题 或者政府自己 找人去拍片 然后交给传媒去播 其实呢 听你这么说 一路就不是现在才发生的了 一路都有的了 所以 但是这段时间 越炒越热 尤其是 如果官方去播一些片 就是给一些片 大家就出声吵 所以我会看到 就是因为一路在发生 传媒一路接受 所以你说官方去做一些片 我也不知道是多久才开始了 所以很惨 那天我自己就特意打电话上去 香港电台那个千亿年代说 就是说我这件事很严重 那梁家永就说 喂 梁家永 不是梁家永 哈哈 梁家永说 喂 你知不知现在他们是竞争得很厉害的 大家就是要争 喂 你竞争 不是竞争用政府的片 你竞争是自己拍自己独家 所以这个问题 我一看到就是 其实很多事情 他一路在那里做 就是在那里试一路做 那你的媒体又接受 那接受他就越来越困张了 其实你说得很对 这个温水煮蛙的状态 其实已经是出现了 在过去的那段时间里面 其实我想只要公众 是稍微有洗心一点点的时候 其实很多时候 和政府和特首有关的一些片段 你都会见得到 是来自于政府新闻处 但是很多时候就是说 传媒间国里面 尤其是电子传媒 他们没有去出声 那渐渐成为了 好像大家接受了的一个方式来进行 所以引致到今次你去建议的就是说 香港传媒来到去杯葛这些 政府的一些片的时候 我都会觉得 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就是给所有的电子媒体知道 就是说到 其实你们现在做的一件 或者你们默许的一些事情 真的应该要去说不 而同时间里面 我也会觉得 香港政府不知道 是不是他见得到 香港传媒里面 现在出现一个状态 就是说到人手短缺 很多时候就是 那个传媒里面 那些人手不够的时候 那些老板就会觉得 那些人手不够的时候 他就觉得 很好 他接受的时候 所以有时候 我也会觉得 就是说到 就是传媒老板 其实是不是真的应该 要去认真去看 究竟你的人手是否真的够 你人手不够的时候 而你又觉得这些的 新闻是需要的时候 那为什么你不请多些人 引致到就是说 你拍那条片出来 是真的属于你们 而不是说 真的属于政府新闻处 那些老板老实说 我做传媒这么久 闹触他这么久 很多地方 传媒都未必那么高质素 但是那些城市 尤其是较富裕的城市 他都会有些人 是肯扔钱出来 是做一些独立客观公正的传媒 可能未必是销路那么好 但是人家都会肯做 是唯独香港 钱就多到不得了 多到堆到出门口 但是你找不到有些有钱人 是肯放些钱出来 是做一个很有质素 很独立 很公正的媒体 所以那帮老板 很多时候 就靠传媒 就要来赚钱的 就是要钱书 最紧要是赚钱 所以你找人全世界 你看看哪里人的报纸 你买张报纸来看 哇 全个头版是广告 大哥 头版好像一个人 头版就是你的臉 你不要见我两个臉 贴了一千元 我由七十年代 闹到现在 我真的觉得很丢架 去买报纸 哇 全都是广告 这个不是告诉你 我是做传媒的 不过我最紧张是钱的 谁跟我赌米的 我就不要了 就是衰得这么紧要 所以当这些事发生 那些记者出来吵 甚至新闻行政人员 都有些出来吵 都不是很敢吵得很紧要 那些老板是不出声的 那你不出声 你就给一些选片我 给一些选稿我 我就照用 有时候那些人告诉我 他说这些新闻就是 放在广告中间的洞 那些东西来的 那如果你要找些东西去放 不用给钱 没有代价的 你就更加做 其实那些代价就很大 没有了名语 名语素地 所以我觉得 唉 你说怎样搞呢 你说这帮老板 其实我自己觉得 那帮老板他们真的 我希望他们真的能够 可以坐定下来 他们的视野不要那么窄 因为其实最终一样东西 你那份的报纸 你当它是一个商品 又怎样都好 如果你真的能够 可以畅销得到的时候 那些钱都是来自于 社会的大众 都是来自于那个广告商 那个广告商 也会看你的报纸 的销售量是有多少 而引致到 当你专门做一些推销性的 全销性的一些新闻的时候 市民不是蠢的 市民真的会看得到 究竟哪些才是真正正的新闻 他们亦都会用行为 来做出来 就是说到他买还是不买 而引致到最终的就是 如果你认为这件事 我可以找到广告的时候 广告商会见得到 你的销量是不断下降的时候 钱真的不会入你的袋 而引致同时间的里面 亦都是令到你自己的明星 是不断地下滑 因为都是说下去 香港其实是一个很开放型的社会 亦都是一个国际知名认识的一个城市 在过去的日子里面 例如我们国际记者联会 我们一直以来都将香港的 新闻自由的状况 都放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 我们要在关心的 新闻自由的状况的时候 可能我们会在关心鄰近的一些城市 又或者一些国家多的 当然大陆是我们首选 香港的新闻自由的状况 我们都相对性地说到 我们会继续看着 但我们就不会说 按摩着头上去 但在近期发生的一些事件里面的时候 不仅仅是单纯我在香港 在一些海外的同事们 他们都会发现到 他们都会问回我 香港的状况现在是怎样 他们都会追着这样来问 所以引致到的就是说到 如果这个老板 他自己就是 他好了 他真的向钱行 他要好一点的生意的时候 他要明白 市民大众是醒目的 他会知道他要买些什么 而同时间里面 广告商也会醒目的 他会看回你的消量是怎样 同时间里面 如果你那份的报纸 或者你的媒体的声望是下滑的时候 很多海外的人都会告诉你 你是真的越来越不行 到时候你自己的广告 你自己的生意 能不能够来得到呢 是成问题了 不过你讲广告 你都知道有抽过广告的 最威衰就是这些 那些你说 无论他跟北京 跟大陆有好关系 又不好 又不好 尤其是北京那些 尤其是很多地产商 也很怕北京 所以他们卖很多广告 如果有什么事 有时他未必打你去新闻部 骂你 他打去营业部 打去广告部 喂 你是不是想不吃饭 你这些人 吃得饱了 找个记者做这样的新闻 来搞我们老板 搞我们公司 搞我们集团 你想死吧 好了 我们给你那几十万广告 现在抽起 那我那个营业部 马上打去新闻部 喂 你吃饱了 那些人 和我炒了个记者 这些东西你都听完吧 这些信息我都有听过 炒不炒人 我暂时未听得到 只不过 来到广告部 施压于后的编辑部 各有各有听过 所以引致到我经常都觉得 现在的老板要聘请人的时候 其实他是不是应该 和他一班同事们 清楚分给他们的角色 就是广告部 广告部还是广告部 你偏彩部还是偏彩部 你真是不能够 广告部就可以完全全 失惊无神 可以叉脚来来施压 或者恐吓 甚至就是 去碎他们 如何处理一宗新闻 这就是他们 角色错误的问题 是的 要解释给他们 因为很多年前 你都未出世 当时香港做新闻 那些是拿广告的 还要拿历史的 但是这个日子 应该已经过去了 没有理由叫记者 一手就写新闻 一手就写新闻 一手就写了广告给我们 应该就没有了 还有有些事发生 记者是要出声的 没错 我记得很久很久了 80年代 上个世纪 我当时做记协的成员 那时我应该在远东经济评论 有一天有个记者打给我 他说什么事 他说他是无线的 他说他在做一宗新闻 是关于谭慧珠 当时谭慧珠很厉害的 四鸟议员 现在就走去北京那里 发到物都忧不起 那时谭慧珠就跟他说 他有记者找谭慧珠 他就想做那个故事 就要访问他 谭慧珠跟他说 你找我啊 你知不知道你主席在找你啊 什么 邵逸夫主席在找你啊 你不知道啊 有些人会觉得很逐说 很困扯 那记者就收了线 他就打给我 就是投诉 喂 我找你做访问啊 你干什么叫我 无线的主席邵逸夫 找了邵逸夫的记者干什么 好天都不找客 就是这样的人 但是这个记者是很胆的 杀是他的了 他说是谁 就是知道是谁 他找我 我就立即找我 无线了 找谭慧珠 你做什么家伙啊 你做得好啊 当然 记协也应该跟他做 但是如果不是他告诉我 我鬼知啊 他的故事有又好 没有又好 可能是被人杀了 可能是出过东西 就说到谭慧珠很漂亮 你不知道啊 你就是要有那些人 他肯 现在多不多这些人 如果老实说了这么多事 那天天都有人找记协 我自己会觉得 现在的记者是相对性 比以前是多了一点的 那个问题就是 我相信就是 毕竟我们都要去承认就是 现在香港记者是我们的熟会 其实他们现在的执位 相对性是年轻的 而同时间里面 他们相对性也是感染的 所以引致到就是 当一些事件发生了的时候 其实他们都会去出声 而同时间里面 我想最新近有一个例子 一说你就会明白 也是一件好事 刚刚就是在912的 保安事务委员会 又再有一个会议的时候 就是这个明报一个摄影师 也是同时间 他是这个摄影记者协会 里面的一个执位 他就穿着那件 我不是黑影的T恤 去到公众席的时候 就不让他进去 不让他进去 然后他也即时 就向一些新闻工作者 来交代 有一件这样的事件的发生 所以引致到就是 其实这一个 这一个的举动 也都证明了 就是说到现在 新一代的一帮 的年轻的新闻工作者 他们很清楚一件事 他除了他自己 去做回自己的工作崗位之外 他也都明白了一件事 他又有一件事 什么叫做表达自由的重要性 这个表达自由的重要性 就是说 其实作为一个公民 他自己也是享有的 他只要是将事实交代出来的时候 就已经是非常之OK 而接着来 就是新闻工作者 也都很清楚自己的本位 在做什么 就是将事件来报道 所以就是 其实那些人 那些政府官员也好 那些财团 他做的那些事情 其实就不是怎么出街的 就是他不会想你养他出来的 就是他给你 你灯就你蠢了 是不是 但是他就不会觉得很光荣 如果你找个咪 追着他 他就会说 我很维会新闻自由 我会很合作的 所以呢 就是他自己在做的事情 他也是觉得 是比较羞愧的 不会说的 但是如果你新闻界见到他做 你还要跟他配合 他说 你这么坏 好似那次李一强来 在军月酒店请吃饭那晚 那些记者去了哪里 原来锁住在一间房 做什么 看直播 看什么直播 是政府的直播 就算是无线直播 都不用去看了 你做记者去采访嘛 所以那些记者不要去接受才行 但是我明白他们很担心 他所谓出来做这个 去踢爆他 你英文叫 whistleblower 他惨了 第一件事 可能第一件事 就是立即炒了 炒完之后 又说在行中 名字都坏了 没有人会再请你了 是不是可以这么恐怖 是不是会这么差 我想现在的状况 就是 其实之前都没有这么差 但我觉得在今次阿州电视公司 就一班编採部的新闻工作者 联署声明之后 我发出来的回应 其实是做了一个非常差的典范 就好像公司都可以 将这些人的诉求 都可以肆虐网民 甚至以一个更高的姿态 是压下来的状态之后 其实真的会造成一个 一个不是那么良好的 一个现象出现 所以引致到 其实我们都呼吁 所有的新闻工作者 不论你自己在哪一个媒体里面 工作也好 其实大家都很清楚一件事 大家都是一个合理上人 都是明白到 就是作为一个专业的新闻工作者 有自己的措手 那个措手就是公平公正 来报道一件事的新闻出现 和公众利益有关的新闻 同时间里面 大家都应该有很清楚一件事 如果当你说 你很高举这个新闻自由 你很明白到表达自由的重要性的时候 你都不要忘记 就是说到 有些事情可能 在自己身上发生 你不要当这件事 不是甚麽一回事 你就啞引了它 千万不要 你真的应该要 将这件事交代出来 将事实交代 坊间里面 如何去理解这件事 是别人的事 但如果你连这件事 你都是啞引了的时候 很自自然而言 那个施语者 他会不断地进一步来做 慢慢 可能这会成为了一个 社会风气 到时候 后悔难回 是啊 所以新闻工作者 大家知道他困难 但是 都要有些勇气 老实说 你现在很难很辛苦 你怎会难得到内地 内地那些 有些多记者被人逮捕 有些都不知道 好不得点 人家都会拼命去做 所以我们要去尽力去做 你选择这一行 而且公众 其实公众也有事情可以做 好像胡蕾蕊那样说 如果你看到那些新闻不好 或者差 你就杯葛他 甚至你打电话 可以写信去机构 你会觉得 我写封信打电话有什么用 可能收一个电话 收两个电话 收两封信 他把他弄掉 但是如果突然间 收五百封信 收五百个电话 收一千个电话 喂 有没有用 如果你是採访主任 你是老总 喂 今天我们收了四百个电话 收了很多封信 怎会没用呢 所以市民是应该要 也不要接受 因为现在越来越多市民 他们很关心这些东西 所以无论我们在哪个纲位 我们应该做些事 就不要令记者或者新闻工作者 觉得他们孤立无缓 不过我们留意到一个情况 就是一 在新闻界 那个 就是 流失很厉害的 因为钱少 有些好些就走 但是 你流失完 有很多人做的 很多年轻人去做的 就是读过大学 一腔而血去做的 这个也是好 就是他进去做 当然他会感觉到很沮丧 很不开心 但是也有人会想做的 所以就是 不是说整个是好像 看下去 死水一谈 或者是绝望 是吗 这个也是事实的 因为 自从现在有很多的副学士 甚至在中学的里面 都已经有这个 传媒的学科 给他们来接触 另外一方面 也是新兴媒体的出现 令到很多的年轻人 都很着弱于去 就是去尖手 又或者是参与 去学这一样的东西 是什么一样的东西 或者就是 将它当作一个职业 但是我觉得 现在最惨的一件事 很多人就是 他带着一个心态 去试一下去玩一下 去经验一下 但是问题就是 我明白到 因为都是年轻过的 老远的年轻的时候 都会有这样的经历 但是问题就是 我都很希望的就是 如果你是选择这一行的时候 其实你去经验了 你那个想知多点 认识多点 玩多点的阶段之后 其实可不可以再深一层 来去想一下 这一样的工种 和社会 和你自己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 能不能够把它当作一个 去明白作为人 和社会之间的 社会责任之间是怎么样 从而真的能够明白到 我们出来做的时候 我们都会觉得 是有一个目的 又或者有一个目的 如果你真的 以前没有想过 又或者想过 但是很快就飞走了 其实都可以 在这一段时间 其实我觉得 是一个很好的阶段 令到我们 整个新闻媒体里面的 一些工作者 是一个再反思的一个机会 去看回自己 自己和媒体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 如果是没有想过 或者是 曾经一剎那飞走了 在这一段时间 最好了 再想回吧 是的 我觉得 因为这个冲击都很大 也可能不会停 但是如果是社会 一 香港社会是很赞成有新民自由的 这个我相信是无需要质疑的 市民是很觉得 新民自由 表达自由 言论自由是很重要的 也是香港成功的基石 没错 那在大学那些教授 很多的也都是继续教学生 是这些东西的 甚至政府自己 你搬他坐在那里 他一定是说支持新民自由的 曾荫权最近在伦敦 又在那里讲话 又说香港的媒体 发达到不得了 自由流通的信息 所以香港人是很懂思考的 所以才觉得政府这么差 那问题就是 政府都要说是支持的 如果有些事发生是打压的 那他自己都会出来解释 不是想这样的 不过又要平衡 怎样去搞公安保安 那些这样的坏东西 所以我们一定要尽力去做 所以新民工作者 或者你们的会 希望你们可以联同其他会 因为现在都有几个 无论你是国际的会 或者本地那些 大家去做 那你甚至联同大学 甚至你联同政党也可以 有时候有些人 就觉得政党是发疯的 有什么事呢 就千万不要逗他 大学也是 你学生你不要入政党 你记者你不要入政党 你是人你都不要入政党 不过我们一不成功 我们就找政党帮忙 死得这样的 香港这个 我觉得真是很坏 真是很折朵 其实我觉得香港的有趣 思维模式很容易研发 不是东就是西 两次真的很有趣 不过正如你所说 国际间里面有好几个 都是在关注新闻自由 言论自由的一些组织 我们都是有联络的 譬如回来今次的黑衣日 台湾的那群新闻工作者 我和他们联络了之后 他们的意话不说 立即来到他们支持 原因很简单 因为他们身历其境 台湾里面的置入性新闻 较早时 资入性新闻 即是广告新闻 放进去 新闻里面的版面 或者电视里面出现 都引起台湾那里的 一个传媒界里面 都是论纷纷 他们也都是 其实啞引了一段时间 到最终 在今年初的时候 3月份的时候 他们都抵手不了 一群人上街抗议示威 逼到马英九总统 都要承诺 他都不能容忍到这些事情 只不过就是说到 我们到严重 我们都看不到 我们的香港政府 所有 你们的 他不是我的 香港政府 他是香港政府 有朝一日 我们选出来的 就是我们的 现在暂时是你的 香港政府 没有拉到我们的 香港政府 怎样 你听不到 香港政府 能够有一个官员 他真的站出来 来对他说 对于这些任何的 有常新闻 是说不 我们到现时都听不到 所以这一件事 其实是 不过你要他出来说 我觉得很对 不过我估计 就是圆木求鱼 但反过来 他也不敢出来说 我们不用新闻自由 我们的政府官员全部拍片 全部给你就可以了 新闻工作者 全部坐在那里吃个包 他也不敢说 你继续围他 我们当然支持 最重要是和平理性 非暴力 非粗口 所以我相信 你们最重要是 搞个研讨会 搞个论坛 我相信你现在做 以前关于传媒的东西 没有什么传媒报的 我留意到 大家免得报 即是关于传媒 但现在可能会多些人关心 现在确实是多了 都是毋庸置疑 因为现在香港记者协会的职位 有很多来自不同的媒体 亦都是一班年轻人为主 所以引致到 当他们要报导的时候 都是一个博弈游戏 当有人在里面的时候 你报导回事实的时候 你上头知道这些事实 他亦都不敢如何干预 所以引致到这些新闻 亦都是同时间 可以在一个大众媒体里面 你都可以见得到 所以其实就是 只要我们真的不啞隐的时候 做回自己应份的本位 就是说到公平公正 将这件事实交代出来的时候 就已经很够了 是的 其实我真的相信 其实在很多间报馆 电视台 电台 有些事发生 是那些记者 或者是很生气的 或者是吞了他 或者是什么 我现在鼓励你们的 就是大家要出来说 有时候可能你不需要 因为可能在新闻部 很多人看到的 是不是 就不只是你的 你走去吹鸡 说给社会听 顶到那些做的人面目无光 我相信他不敢的 所以我们今天就在这 多谢胡丽云上来 和大家谈一谈 不过再说一下 你们一来要去撑住他 这样就希望 我们的听众观众 亦都是撑住新闻自由 言论自由 多谢了 拜拜 请许多谢 请许多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